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是大年初四 大年初四 又叫做洋日 很多人其實不會記得就是初四 叫做洋日 反而是經常有一句叫做初四的樣子 為甚麼呢 因為初四 通常就是 放假 放了幾天 年初一 二 三 要上班的日子 如果你今天要上班 可能真的有一點辛苦 但是希望你 聽著這個節目 覺得會舒服一點 我們由於 就是 一年365日 每天都正在工作 以前我們逢是 假期之後 即是星期日的晚上 正常 不多不少也會有抑鬱的感覺 又或者是長假期之後 預備要開工 或多或少 心情 低落 但是很神奇地 自從我們從2019年開始做這個升旗易得道 每一天都做之後開始 這種感覺就失去了 以往逢是星期日又或者是長假期 去到最後 真的會非常之失落 但是近幾年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也不只是我們 只要大家 如果有人星期日要上班 那個星期日抑鬱症就自動會消失了 所以換句話說 原來工作就是最佳的辦法 對付他 說了那麼久初四 我們回來講這節要說的話 這節要說的話 是 中國大陸 的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倡議 其實 習近平一直以來對歐洲 是有部分的控制權 但是有很多國家 一早就把中國大陸定做競爭對手 也因為歐洲的國家之間 自己是充滿著矛盾 所以 一直都使得這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國大陸 在歐洲是有機可乘 所以不能夠看小 其實中國大陸在歐洲 是有影響力的 但是 隨著局勢變化 隨著 更多 的事情發生 中國大陸 在歐洲進一步受挫 我們這節正正要揭露 中國大陸 現在在歐洲 是連最想 舔共的國家 都開始要對他觀賞大門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要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到 星期二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毛閒屋大發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 打開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一帶一路 歐洲大門 繼續被上鎖 傳出消息 說中國大陸的企業 在德國的港口 就是要把股權也要吐出來 看看幾年之前的新聞 說到2019年的時候 說到2019年的時候 還未爆發 時代革命 說的是年初的時候 3月份 全世界 還在一起說 經濟的時候 當時我們 坦白說 香港真的沒有什麼 令人關心 大家似乎只是關心經濟發展 所以當時 這個節目也是講經濟為主 當時我們甚至乎 一起約網友去台灣考察 當時世界的氣氛 香港的氣氛也是以賺錢為主 沒有人想過 就在同一年的6月份 會爆發 反送中運動 也沒有人想過 然後會演變成為 今時今日的局面 所以這個世界充滿著不可預測 就算你有計劃 就算你有征服世界大計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向著你的如意算盤發展呢 讓大家知道 不用擔心 我們的對手 叫做習近平 習近平 搞哪樣 死哪樣 這個人 跟他做對賭 大家可以給點信心 看看19年的時候 當時習近平出訪歐洲 歐盟的國家當然是充滿著矛盾 自己本身也充滿著競爭 歐洲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當時意大利 跟中國大陸想簽署 一帶一路協定 跟著習近平出訪歐洲 歐洲 還在出 報告書 說中國大陸 威脅 經濟挑戰而已 那時候還不是對 民主自由 對人權的挑戰 說中國大陸的挑戰 越來越多 而且這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跟歐洲的體制不相同 當時歐盟對 中國大陸還是相當的警惕 當時德國 說是那個還是默克爾 當時 習近平去歐洲 居然 火同埋 本來 馬克龍法國 都已經說了對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有保留的 德國居然 忽然之間說自己也很有興趣加入一帶一路 其實由三年之前開始 我們已經看到 德國 是被中共入到啪啪聲 所以 大家在2019年 不過當然啦 我們國際視野不足夠 是正常的 有誰想過 2019年香港人要向世界求救 所以 看回所有的 資料 看回當時的情況 德國 幾乎是 無論你香港 發生甚麼事 他基本上都 不想出聲 他已經 徹底和中國大陸 是有太多的合作 看今時今日你就知道 德國依然是每一件事 向中國大陸靠攏 實際上我們在歐洲這一邊也很清楚 當我們買產品 買德國的產品的時候 德國出了很多電器 很多東西都是德國生產 很多 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 最簡單 我只是製造這個電動單車的電池 很多廠 都是德國的牌子 但是在中國大陸生產 所以德國 基本上 是被中國大陸牢牢控制著 但是 來到今時今日 情況依然還有變化 這個本來 中國大陸是控制了 就是德國的這個碼頭 當然不是國家控制 但是是中國企業 這個就是 西方世界 看不到的問題 就是 原本他們認為 中國大陸的那些企業 是由社會主義國家 去補貼 所以 不公平競爭 他們的雀眼點 一直都只不過在不公平競爭上 他們根本 沒有想清楚 沒有了解過 中國大陸的企業 不是有補貼不公平 實際上 他簡直是中國大陸官方 控制著 的國家級機器來的 現在看回 三年之前 其實歐洲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可以說得上是非常之天真 而大家也可以看到 歐洲之間 每一個國家 雖然說大家叫歐盟 真的可以用國懷鬼胎來形容 大家都想發展經濟 大家都想拿著數 但是大家又叫做歐盟 大家又要定規則 互相限制住 一定要遵守遊戲規則 所以歐洲 給中國大陸 看得清清楚楚 更加看到歐洲 是想跟美國 競爭的 歐洲一向都想跟美國爭的 不想認美國做大佬 主要在說經濟方面 就是想不到 到最後 當你侵犯 人權 民主自由 這些 西方的核心價值的時候 西方就反而更加團結 因為他們 是有共同的 核心在裏面 原本經濟的時候 他們會國懷鬼胎 互相競爭 但是 正當 你將這件事高高舉起的時候 反而令到西方世界 是很清楚 他們是一個聯盟來的 繼續以美國為首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真的是撞到鐵板 他們以為用錢 可以買光所有東西 本身歐洲 就已經對你很防範的了 再加上你 侵犯 人權 侵犯 民主自由 更加使得他們看到你的本質 更加使得他們明白 你每一樣東西透過中國企業去控制 實際上 就是中國大陸的官方政策 是國家級 機器在背後 最新 就是中國國有企業 中遠海運 是將這個 杜伊斯堡的港口碼頭30%的股權 是要退出來 本來在更早之前 在2014年 正當大家在雨傘運動 在制度裏面 還想 爭取真普選的時候 人家 習近平就去 訪問歐洲 訪問德國 正在要崛起 正在想稱霸世界 當時就追了德國回來的 當時沒有說甚麼一打一路 但是就直接 將這個港口 拿了回來 大陸有份一起發展 說要將這個打造成為歐洲的物流中樞 因為中國大陸就是有資本 所以 全世界都覺得好像中國大陸真是崛起了 他們懂得搞金融 他們的金融會發達 如果你 給西方世界知道 你的股票 買了 不可以賣的 一賣就是惡意沽空 你就知道了 為甚麼你可以有 金融發展 泡沫為甚麼可以不爆破住呢 是不爆破住而已 不是不爆破 最新歐洲 德國 就是認為中國大陸就是徹底站在俄羅斯的背後 所以說一場烏克蘭戰爭 令到整個歐洲 終於清清楚楚 德國依然是非常之反覆 你看到兩派勢力 親中派 以及反中派都在搏弱 我們看到德國的總理非常想填局 甚至乎背著美國 早前偷偷地走去見習近平 但是在國內 這個做法也相當之不受歡迎 我們可以想像到 德國的情況 實際上民間對中國大陸都已經相當之反感 但是太多 生意 大商家跟中國大陸合作 一旦跟中國大陸切斷關係 所有這些經濟利益 會全部失去 現在 終於連這個在2014年打造的所謂 港口也要把股份 吐出來 這個也標誌著 中國大陸 在德國其實 是開始沒有運行 德國 是咬緊他不放 尤其是在俄烏戰爭上面 這個變成真的是死線問題 但是我們也看不到習近平有什麼辦法 從這個 跟俄羅斯的關係那裏抽身 因為 中國大陸是沒有其他盟友的 真的只有俄羅斯 大家都是邪惡國家嘛 所以我們看到 歐洲 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 找個理由 走去舔共 現在 好 這節我們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我們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